是主教练李英发需要考虑的 这是上半时比赛 青岛海牛队在35米外的一脚远射 插着球门的右边力竹出去 北京官队这场比赛尽管是刻长作战 但是他们打的也比较主动 23号安德烈斯拉到外围 造成对方防守球员的反规 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1号刚波斯 调起来安德烈斯百度紧跟上 中间一个人电射 这是4号韩旭 哈德这次射门 使得北京国安队在刻长 反倒以1比0领先 这个任意球的落点非常好 中间强点的安德烈斯百度非常准确 跟上来的韩旭插上 还有电射这一角都非常的机敏 1比0领先之后 北京国安队并没有保守 他们还是抓住机会打反击 这是一脚长传 结果青岛海牛队的后卫出现了致命的失误 14号北京国安队的小将薛森抓住机会 攻进了北京国安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 北京国安本赛季开始之初是缺冰少将 但是他们大胆的培养年轻球员 不少的年轻球员的表现 应该说也是可圈可点 这场比赛薛森攻进了他在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 这还是上半场北京国安队传中 看到这个球比较危险 青岛海牛队的后卫一脚把球踢出了底线 北京国安队获得脚球机会 主罚的是14号李东波 球传到中间 第一点下来之后还是跟上来北京官队 补射紧跟着几脚 青岛海牛队大门被北京官一阵狂轰滥炸之后 幸亏还是堵住了枪眼 这是下半时的比赛 青岛海牛队在外围的一脚远射 由于射门的时候队员支撑脚力量不稳 这个球力量并不大 这是青岛海牛队的26号球中会 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 他们获胜的所有场次 都是在主场工人体育场拿到的 他们很少在客场赢球 这场比赛 他们在上半场就以2比0领先 无疑给他们这场比赛制造了非常好的开局 但是青岛海牛队对这场比赛 他们也是不敢怠慢 因为尽管他们排名第八 但是后面排位稍微靠后一些的球队 积分非常接近 只要赢一场球就会把青岛海牛队拉的位置更为偏后 这场比赛在下半时青岛海牛队还是耐心的在组织进攻机会 球分到外围 西德尼结果一脚 船中中间接应的庄翼 非常机敏地把这个球轻轻一电 把比分半为1比2 这是西德尼的船中非常准确 而庄翼的插上也是尤其及时 这球进了之后 青岛海牛队也是士气大振 这又是通过右路在进攻 直接往进去里面掉 庄翼在门前一顶球进了 但这个时候主裁判却向庄翼出示了一张黄牌 我们通过慢进可以看出这个球的奥妙 庄翼刚刚是打进一个进球 那么这个进球呢 实际上它是学马拉多纳在86年的世界杯的上帝之手 用自己的左手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球拍进了球门 这也是场上非常有意思的一幕 这之后青岛海牛队的士气 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他们还是继续大举的向北京国安队的球门发起进攻 这是西德尼在禁区前沿被绊倒 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这球如果犯规的地点再往前挪一点点 那就是要发点球了 不过这个位置也是相当危险的 主发这个任意球的是8号朝鲜东 结果朝鲜东借球 碰到对方的球员之后 姚健被突救的那一刹那打乱了节奏 球滚进了球门 这个球应该说有一点运气的成分 但毕竟使青岛海牛队得以翻平了比分 这之后刚波斯又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可惜被守门员没收了 这是北京国安队的角球 青岛海牛队的后卫 把这个球用胸部把球顶给了自己的守门员 这场比赛最后双方以2比2握手言和各取一分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武汉红金龙队 在主场迎战广州松日队的比赛 双方在上半年在松日队的主场战成了0比0平 这场比赛在武汉进行 武汉队穿着一身浅蓝色的运动服 而广州松日队穿着一身紫色的运动服 两个队在今年都更换了教练 目前武汉队的今年的第三任教练 是前国家队的主教练气无声 而广州松日队也是今年换了第三任主教练 是巴西的卡瓦雷斯 这是武汉红金龙队外围一脚远射 相当有力量 但是被广州松日队守门员穆军把球扑出 武汉红金龙队目前他们的积分 是排在贾A的第十位 这是在小禁区的前沿 蔡胜又获得一个投球机会 可惜这个球顶的位置呢 刚好是穆军可以扑球的位置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体育新闻 国际超级田径大奖赛昨天在东京举行 中国女将于娟以16米50 获得了女子牵球的金牌 商誉付出的特利尼 球下来之后跟上一脚大力抽射 力量很大 可惜太偏了 这是武汉红金龙队的队长六号余捷 这场比赛武汉红金龙队控制了场上的大部分的攻势 但是广州松日队的防守也相当蛮强 这是非常漂亮在底线突破 结果传中之后跟进的球员用脚想从胯下 做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动作 但是蔡胜的这个动作呢 并没有能够带来进球 下半时比赛 武汉红金龙队继续 输了第二十二轮的比赛 由于大连万达队已经提前夺冠 保祖成为了本轮的焦点 深圳平安和八一均在客场失利 保祖前景不容乐观 今天主场作战的一中海牛队 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连入两球 以2比2逼 球的一刹那我们看 已经有四名球员站在禁区里面了 紧接着 保守被海牛队的庄裔和曹县东各入一球 沈阳海师队凭借主场之力 以2比1击败了深圳平安队 使平安队的保祖前景更加严峻 海师队在整场比赛中占据了主动 由陈波和外员李贝罗各入一球 平安队仅由李伟峰颁回一分 武汉红金龙对赛主场以1比0战胜了广州松日队 韩国外员李应培被换上场景 一分钟便为主队攻入了制胜一球 这一胜利也是该对赛近七轮比赛中的第五次取胜 上海生花对赛主场以3比1击败了处于保祖边缘的八一队 尽管八一队由胡云峰先下一城 但生花凭借实力上的优势连入三球战胜对手 前卫环岛凭借戴震鹏和极锐的入球 客场以2比0战胜了四川全新队 本场比赛的三名裁判均来自日本 在另一场比赛中 广州太阳神队以2比0击败了炎边敖东队 22轮战霸前四名排位人无变化 前卫环岛队升至第五 另外五支球队同击27分 排在后四位的是鲁能泰山 深圳平安 八一和广州太阳神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全国足球以及联赛决赛 防守还是相当顽强 结果中 河北东购同击零分的解放军超能队被淘汰出八强 从后天开始的淘汰赛对阵形势如下 北京宽利对河北东购 连铁一藤对辽宁创业 安徽乐普生对青岛海立峰 北体大华邦对广州白云山 这是中央台和云南台报道的 观众朋友 今天又有两个项目的全国锦标赛 即亚运会选拔赛结束了争夺 亚运会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酒吧全国体操锦标赛 今天晚上在天津落下帷幕 在今天晚上的比赛中 北京队的孟非夺得平衡目自由操两项冠军 男子跳马双杠和单杠的金牌 分别被李小鹏黄旭和张 不过球胜 西洋队的脚球 顶得非常有力量 可惜是稍稍插着横梁出去了 还是35号罗西纳尔洞 这场比赛 沈阳海市队的两位巴西外援 罗西纳尔多和李贝罗的表现十分出色 下半时的比赛 深圳平安队他们加强了攻势 沿右路进攻 结果这个球传中的过程中被沈阳海市队挡出 深圳平安队获得一次宝贵的角球机会 主发这个角球的是平安队的队长16号谢风 球传进来落点不错 结果有一位球员是高高跃起 狮子甩头把这个球直接顶进了球门 这是来自原建立宝队的25号李伟峰 这个球顶得相当漂亮 无论是力量还是角度 还是掌握的时机都可谓恰到好处 凭借这个进球 深圳平安队把比分翻为1比1 形势有所好转 但是沈阳海市队此时并没有放弃进攻 这场比赛他们打得相当积极 32号李贝罗个人往进击里面突破 传中跟上来 跟上非常及时 可惜这一脚射的是从 右边的立柱擦出了 这是沈阳海市队的8号谢雨昕 这个球的传中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看到李贝罗从两个队员的夹缝当中 把这个球传给了谢雨昕 谢雨昕跟上也及时 可惜稍稍是慢了半拍 深圳平安队也不甘示弱 外围一脚远射 这是突到禁区里面之后 结果被守门员李能达把球没收 射门的是12号张军 沈阳海市队又获得一次绝佳的机会 这是速度奇快的32号李贝罗个人突破 结果在面对守门员孙刚的情况下 抢先一步把这个球捅进球门 这是旁边有队员在贴身防守 而且前面守门员已经扑了过来 但是他就刚好抓住这个时机 32号李贝罗这个黄金般的入球 使沈阳海市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胜利 这场比赛的胜利也使得沈阳海市队 全取三分 从而在积分上达到27分 电震 电震